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 出我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说您好老花姨 那个浇花结块是不是因为水不合适 然后发过来一个 我目测了一下 看着像是稚子花被它养残废了 这种东西结块 很多的话我就说老花姨 为什么我的土会结块呢 这个土本身它会有结块 它有这个功能 你看一般你用一个椰康土什么的 它就很难结块 对吧 你它是浇水呢 它有一定的作用 你像这个 你比方说在水里面水电比较大 时间长了以后水垢比较多 它会导致这个土壤的结块 这个是跟水有关系 一般的还是跟土有关系 这个稍微盖它一下这个点 另外这个臭宝 你现在这个就是稍微有些水大 然后呢咱们虽然说铺着面呢 然后现在也是个字子花 一个呢是瓷盆 它的一个通透性是比较差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养花养根的时候 我们老说一句话 养花先养根是吧 这个养根的时候呢 一定要在那干湿循环 然后就要在那吐气 就是整个的话 有一种空气流通的一种感觉 根系才会长得比较哇塞 如果说不具备的话 时间长了以后 它就开始出毛病啊 稍微盖它一下这个点 像一个臭宝说 花养你好 你再帮我看看吧 就是我的这个花 现在又不太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发过来的这个照片 它说叶子该掉的都掉了 这种一般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的一个是温度 还有一个就是说光照 还有一个就是说空气湿度 你像这种 咱们说实话 你搬到大棚里面 它不治而遇 因为大棚里面很温暖 很温润 那个在咱们家里面总是不好 就是一个是通风打不倒 你像咱们放到这个电视柜旁边 基本上是没风的 你像现在那么冷 谁开窗通风 不可能 它不可能开窗通风 一个就是有些闷 第二个呢 咱们用的这个盆也好 干什么也好 在这个根部 还是有一些那种通透性差 好吧 一个是空气 一个是盆里边 它反正双方面 这个空气都不好 再一个就是光照 像这种一般出井的这种呢 大家都适当的要给一些光照 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它叶绿素已经退化了 那本身的自己的一个呼吸 慢慢的都会变弱的 所以说呢 臭宝就是咱们家里边的环境不是 这个并不是说 我用点什么 这不是用什么 就是说现在能改善一下环境 如果家里边有阳台 你可以搬到阳台去尝试一下 对吧 可以试试 你这样的话 时间长了以后 它还会慢慢的慢慢的那种烂 而且睡觉的还有点多 好吧 这个问题不大 就是主要是咱们这个通风不好 臭宝说 这些还有旧吗 这些是啥呀 这些是红掌吗 这些个还有旧吗 有旧是有旧 您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表面的土挖出来 一直等到漏出来 表面的根系为止 然后呢 每次浇水的时候呢 不要让水接触到 您这个双套的一个盆 我看您这个大盆套小盆 里边是有套的那种 不要让水接触到里面那个土 你下面可以有一点一点点水 这个没事 好吧 主要的还是一个通透性的事 慢慢的让它长吧 还可以救啊 还可以救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好吧 还能活吗 要不要怎么处理一下 这是一个采叶鱼啊 一看就是水大 缺光通风差 采叶鱼现在冬天这种光照呢 是可以晒一晒的 它并不怕晒 好吧 冬天它并不怕晒 然后呢 浇水这块还是干湿循环 它跟绿罗的养护方法一模一样 如果说温度偏低啊 一般低于10度的时候停止生长 低于5度呢 就彻底休眠了 还有冻伤的风险 所以说看一下自己家里的温度 好吧 主要是温度啊 把温度的温度帮我看看 蓝小花 叶片出现这样 家里边温度20多度 全天有光照 在阳台养的 谢谢 这种就是缺肥的一个体现 另外有一些水大 好吧 就是水大缺肥 别的没啥 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步先控水 等到下次该浇水的时候 你再施肥 如果说现在盆土一直潮湿的话 你可以用一些缓施肥 你比方说凹绿 或者说我手里面拿的花了多都可以 老外帮忙看看 最近两天 杜鹃叶尖突然这样了 是不是闷根啊 离得太近了 看不清楚 如果说只有一两片叶片 这样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好吧 另外的话呢 杜鹃花是比较喜欢空气 湿度高一些 你可以套个塑料袋 每天晚上用塑料袋套起来 白天的时候打开 都晒晒太阳 现在这个季节可以晒一晒 好吧 明年春天的时候呢 你就放到 明年春天夏天 以及秋天的时候 能放到室外的时候呢 就放到那种半阴的环境下去 去养护它 在室外是最棒的 好了 杜鹃花问题呢 简单就给大家回答到这儿 学不出啊 记得点个赞 加杜鹃花问题呢 视频下留言 当然了 你也可以从全网平台 搜索我们的店铺 老花一自营店 或者是官方店什么的 也可以每天早上十点半 来我直播间 我是老花一 杜鹃最容易 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